前面這個小小攝影棚呢 這個小小的攝影棚它前面還有兩塊的擋板 就是如果你有拍攝一個 這個好拍棚它前面還有附給你兩塊的擋板 那這個擋板可以幹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在拍攝一個會反光的物體的時候 你可以就是留一個小洞 然後鏡頭可以通過可以拍攝就可以的小洞 這樣子你就可以避免一些不要的反光 因為你拍攝環境可能後面有很多雜物之類 你不想要讓反光反射到後面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前面擋板把你不要的東西遮起來 然後只保留你的鏡頭可以拍攝這樣子就好 這是如果你平常是自己在攝影棚拍攝的話 你真的是需要用很多很多的白色的東西 白色珍珠板或是白色的板子遮住你不要的東西 這需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夫 那這個東西就是輕輕鬆鬆放下來 你就可以避免你不要的反光 這真的也頗厲害了 就是一個整個是輕鬆拍攝出一個品質還不錯的影像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 我們來看看我們如何收納看看要花多少時間收納 我們就直接一鏡到底給你看看 那我們先把我們的燈光拿起來 就是線也拔掉 上面的燈光也拿起來 線也拔掉 然後關燈 沒錯 然後我們要把我們的線拔出來 嗯 這個線呢 我覺得 就是一個 看你到底想不想從這個小洞 這樣子塞進去 因為你塞進去這個小洞 其實也需要花一點小小的時間 不會到太多時間 但是你需要這樣子把攝影棚這樣子撐起來 然後把線這樣子慢慢的塞進去 你才能從裡面伸出來 那你如果真的不需要這樣子 你可能東西很小 那你也可以直接從旁邊這樣子插進去 也是OK啦 他就是預留這些可以讓你插線的小空間 那要不要用就是看你自己拍攝需求 好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上面呢 背景紙拿下來 背景板拿下來 然後我們的QQ繩 剛剛沒有講到 這個QQ繩就是 因為這個背景板它會自己捲起來 所以你如果不要讓它捲起來太多 所以你就要用這個QQ繩把它的背景板固定 好 那我們這個背景板 只用魔鬼沾黏在這個攝影棚的小小角落 就可以讓它固定 好 我們的背景板拿出來了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把我們的攝影棚給它拆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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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把上面的支架拆掉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右邊先壓下來 然後要把右邊先壓下來 然後我們要從右邊先壓下來 好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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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左边再压下来 然后我们就再把左边压下来 踢起来完成 轻轻松松 那前面这里有一个收纳小空间 你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灯啊 这些磁铁啊全部都塞到我们前面的小小口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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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輕輕... OK,完美的收納起來 我覺得真的是頗猛的 OK,輕鬆的就給它收納起來 這樣子,一個小小的攝影棚就收納起來 然後可以展開成像剛剛那樣子 哇賽,我們再把它展開來,我去看看 好,謝謝 好,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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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頗厲害 真的我覺得這個燈光可以用磁鐵這樣子輕鬆吸附 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就等於好像把燈放在空中的感覺 真的是超級特別 好 好了 好了 旁邊 friction 什麼 好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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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好